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你现在收看的是林维老师付费的课程 叫做电影学英文 那今天看的是第二回合 片名叫做Avengers 复仇者联盟 所谓电影导读呢 电影的学英文的方法呢 就是林维老师会讲解一段到两段的文章 是第一段是第二段 那后面呢再加上一些台词 这台词就是你们看到这一段的台词 还不错还蛮多的哈 学东西嘛 总要花点时间慢慢整理 譬如说你在文章里面听我讲解 什么叫Innevitable 什么叫做Consequence 什么叫做Incredible 目前还跟得上我说的东西反映出英文吗 Joygasm 这个Joygasm当然是Orgasm跟Joy合并来的 Tease这是生活用语 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Significant这个字你避讳 Mischievous 这也是生活用语 Amazingly是算比较简单的 然后再来Balance 这边叫Character 这更简单你非会不可 不过这边讲做ShortChange Hogai 这当然是一个人民的感觉 我们把他跳过 再来Mate Puppet 哇好惨他变得Mate Puppet 所以很多的单子你听我慢慢讲解 但我只能说在里面呢有很多的角色 然后扮演不同的组合 尤其他们后来是组合而来的叫Assemble 比如说我们从荧幕上来看到 Assemble什么意思啊 A-S-S-E-M-B-L-E 神顿号不想有没有听过叫Shield对不对 然后后面再介绍他电影的过程当中 拍摄这家电影公司叫Marvel Marvel那除了有导演Wedden 还有一个重要的Crimine 对不起Cinematographer Cinematographer什么意思啊 你要先了解什么叫Cinema 再了解什么叫Graph 才知道这个字的概念 所以很多单字里面都混在里面 Accommodate了 Vertical了 对不对 都是我们生活上的固定用语 尤其你这样看不懂什么样意思的话 你看Payoff Payoff字面上又跟付钱有关 那又不是钱 所以Absolutely Gorgeous Filling Every Inch of TV Screen 它的用语呢 又很特别 因为李文老师特别挑选的是 属于那种部落格的文章 部落格 而且有这个取材于两个不同的人 一个在介绍剧情 一个是开场 我觉得用来讲解也不错 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这样也蛮好的 好 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呢 认真的考虑李文老师 这项课程叫电影学英文 那主要讲解 一个月大概四到五个 四到五个影片哦 好我们看这边 像Out of Line Out of Line什么意思啊 人生呢 总是一条一个规矩的线在那边 Out of Line越界了 它引申叫玩火 好 所以我们再讲解这个字Force Force名词叫力量 动词呢叫强迫 名词力量 动词强迫 所以这个字Forces呢 又变成武力 好 所以像联合国的和平部队 我们叫join forces 我们先来看Google看看 能不能提到内容 所以我们打 UN联合国 那join forces 这叫联合部队了 联合部队 没有这个联合部队 那就peace keeping 这就有了吧 你看到没有 What is UN peacekeeping forces 什么是联合国的和平 维持武力呢 我们讲到维和部队 就是东西 维和部队 所以我们从英文 你可以看到 李文老师的讲解方式 那你希望听我讲解 更多的内容的话 欢迎你来点选 付费李文老师的课程 现在你所看的 叫做电影学英文 所以听声音 听声音 再教学 你们觉得这样感觉 蛮好玩的 好 我们空中再次相会 拜拜 拜拜